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不是肯德基 可以嗎 你不要找錯人 OK一點 那我現在呢 先跟大家示範一下這個 行動之後 我們剛剛不是看到那個發表會 是不是直接又跟他語音 那你們幫我看一下 如果你想用手機上跟你的AI助理講話 請在下面這裡 在下面這邊 剛剛那個你可以先離開 回到最後一面 你們右下角這裡 應該是一個像耳機的圖片 對不對 那因為我現在是付費了他有多一個 這個禮拜 多增加一個功能 就是加強型的 它可以讓我跟AI的對話 更即時 更接近就是即時的那種 我們一樣的對話 那我先做一次給各位看 你看我按下去 嗨你好 我很好 謝謝 好我今天在學校 在跟同學們分享AI 你可以出來跟大家打個招呼嗎 當然可以 嗨大家好 很高興能跟你們一起探索AI的世界 有什麼問題都歡迎問我唷 好那你等一下可以當我的助教嗎 沒問題我隨時帶命 準備好你的助教了 太好了 待會我講中文 你就直接幫我翻成英文可以嗎 好的沒問題 你講中文 我會馬上幫你翻譯成英文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2024年AI最新的發展 你覺得以後我們這樣上課 上雙語課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以後 口力的時代結束了 我們以後呢 上課還是出國 你應該知道 只有一個地方不能去 沒有網路的地方 哈哈哈哈 好非常謝謝你 我們要下課了 無客氣 希望今天的課程對大家有所幫助 期待下次再見 來各位 你看喔 當我把它關掉的時候 你幫我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文字都好了 也沒有標點 哇這樣子 你覺得 以後打字速度變慢 沒有人會斷股吧 呵呵 所以各位 你已經開始可以 期待一件事情了 未來鍵盤會慢慢淡清 因為語音變質度越來越高 對不對 你就不用打字了 欸各位 你在手機上看 這個東西出完之後 請問電腦上 會不會重新出現 當然會啊 我們都重新整理一下來 你看 今天問的事情 有沒有已經在電腦上了 這樣好意思說你回家 以後還要打報告嗎 不要那麼動不動就出手 要講道理的 以後我們都是講報告 我要回家講報告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你可以自己試看看 等一下 付費多少錢 幾有同學都用價錢的 有沒有 哈哈哈哈 他有一個好處是 他的付費是可以逐月付費的 他不是年約喔 所以你可以說 欸我這個月 比如說我這個要出國 像我最近上課 有一個同學說 他去那個 巴西 他沒有付費 我就說 那你沒關係 你就用一個月的吧 一個月的OpenAI就好 一個月二十塊美金 大概六百四 六百四 可是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這個月我用完了 不要這樣 我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取消 欸 就是說如果你剛好 比如說這個月要考試 比較需要用到 哈哈哈 你就可以用出來 但是免費的 其實你大部分都可以用 只是說他的油量 沒有那麼多 做得到 不能這樣 我先去那個月 然後我也是 帥 我覺得